这或许是您见过的最可怜的男人 十年三十五岁的他仍是孤身一人 甚至连恋爱都没谈过 好不容易等到有人帮忙介绍女朋友 精心打扮后前去赴约 然而 等人们再次找到他时 已经被人割掉脑袋瓜扔到了荒山野岭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凶手的残忍程度远不一次 在现场的时候 他发现他的身子其实是缺失的 这个男人跟别人的老婆 可能发生什么事是不正常的关系 可能人家才有那么大的仇 看蒲发视频 品百味人生 2021年2月24日 也就是正月13 这天下午5点半左右 四川省彭安县公安局接到一起群众报警 而正是这通电话 彻底打破了小县城的宁静 接到报警后 彭安县公安局立即组织刑侦技术人员赶往案发现场 据了解 报案人是一位航拍爱好者 由于操作失误 无人机坠落到密林深处 就在他焦急寻找无人机时 突然出现的一具尸体让他大惊失色 随着技术人员对现场以及尸体的勘察深入 发现这名死者为一名男性 死亡时间在10天左右 更为关键的是 这名男性最关键的部位已经缺失 难道死者是因与他人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 从而导致关键部位的缺失 如果是的话 这起案件很有可能是情伤 为了验证这个推测是否正确 法医对尸体做了更详细的检查 最终得知 死者身高在1米5左右 年龄在35岁左右 体型肥胖 同时 法医在尸体上并没有发现任何致命伤 要想得知死者的具体死亡原因 就必须找到头颅 可要怎么找到呢 就在警方感到焦头烂额之际 负责勘察现场的技术人员再次传来好消息 发现尸体的现场附近并没有大量血迹 只有留在死者手腕的白色鞋带 以及白色虚状物 由此 警方推测发现尸体的地方并不是案发敌现场 而是抛尸现场 眼下 最重要的还是确定死者身份 一旦确定 案件侦破就有了突破口 法医首先提取到死者的DNA 将其输入数据库进行比对查找 与此同时 侦察员调取了案发现场附近的监控录像 试着在这里找到疑似死者的身影 然而 一番工作后 侦察员未能找到有效线索 这可能是最有挑战性的一个样子 直到2021年2月25日凌晨2点 技术士传来好消息 通过采集比对 他们确定死者的信息 与一名名叫姚海的男子高度温和 据调查 姚海十年35岁 未婚 四川省彭安县银汉这人 明确死者身份后 侦察员立即动身 前往40公里外的银汉镇 向姚海的家人了解情况 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 姚海的母亲 陈婆婆迟迟不敢相信 去年夏天 老伴因病去世 短短几个月后 儿子又被人残忍杀害 这位冒蝶老人无法接受 据陈婆婆说 姚海从小阴意外 导致智力比正常人低一些 在近几年里 姚海不知什么原因不再回家 也基本不与家里人联系 因此对于姚海在外面 与谁有情感纠纷 或者与谁有仇 家人们并不知道 由于无法从家人口中 得到有效线索 侦察员只好将侦察重点 放在走访排查上 随后 侦察员兵分两路 一路侦察员 对姚海的通话记录 进行查询 一路侦察员 以案发现场为中心 方圆10公里为半径 进行走访排查 功夫不负有心人 很快就有群众 向侦察员反映 在最近的半年里 他们经常看到姚海 与一名矮个男子 到老广场打牌 可就在这最近几天 他们再也没看到 两人的踪迹 很明显 这个矮个男子 具有一定的作案嫌疑 在一番排查后 侦察员得知 这名矮个男子 名叫张小涛 10年32岁 四川南充人 随即 侦察员在一个出租房内 找到张小涛 面对突如其来的警察 张小涛显得格外平静 当得知姚海被人杀害 张小涛也显得格外平静 面对警方的询问 张小涛表示 他和姚海是在广州打工认识 之后 两人一起回到了老家 平日里 两人游手好闲 靠着打牌混日子 可在2021年2月 为了彻底改变自己 张小涛决定到外地打工 最终 在监控录像和证人的佐证下 张小涛因没作案的时空条件 被彻底排除了作案嫌疑 虽然张小涛的嫌疑被排除 但警方还是从他口中 得到一些重要线索 在2月8日这天一早 姚海曾经出门送他到汽车站 至此之后 姚海就处于失踪状态 以此为线索 侦察员调取了 姚海曾经租住的 出租房附近的监控录像 在这里面 侦察员还真的发现一些重要线索 在2月8日早上 姚海离开了出租房 一路向城区走去 8点11分 姚海消失在监控中 从仅有的路线来看 当时的姚海 既不是前往现场老广场 也不是发现尸体的案发现场 那么 姚海到底是去见了什么人呢 带着这个疑问 警方对姚海在2月8日的通话记录 做了更详细的调查 发现他最后一次拨打的电话 是一个来自南冲的手机号 该号码的持有人名叫周波 10年30岁 四川南冲人 据张晓涛反映 周波是一个贷款经理 平时和他们走得很近 在这半年里 周波一直想帮姚海 办理一个贷款 从而来得到一笔报酬 而2月8日正是周波 帮姚海取钱的日子 那会不会就是因为这笔钱 让周波临时起义 将姚海残忍杀害呢 2021年2月25日 上午10点左右 警方在南冲市找到了周波 面对警方询问 周波承认在2月8日这点 姚海给他打过一次电话 电话里 姚海表示他已经身无分文 很需要那笔2万元的贷款 然而 由于某些原因 这些贷款并没有下来 没有办法 周波只好放弃这单业务 不再与姚海联系 那么周波的所言是否属实呢 警方对周波在2月的行踪轨迹 进行调查还原 最终确定 周波并不是杀害姚海的犯罪嫌疑人 一时间 案件陷入了僵局 警方又该从何处对此案进行调查呢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 张小涛随口说出的一番话 让警方瞬间找到破案思路 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 警方分析出姚海在不同手机上的插卡记录 在这份记录里 一个彭安本地的中年男人 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 但让人不解的是 此人与姚海没有任何交集 更谈不上有仇 那他会是警方一直找的犯罪嫌疑人吗 据调查 该男子名叫杨奎成 十年47岁 已婚 在2月8日这天 姚海正式使用杨奎成的手机 拨打了他失踪前的最后一通电话 通过对杨奎成在2月8日后的行踪 进行细致梳理后 警方发现在2月8日早上8点34分 杨奎成步行走进了一个巷子里 没多久 他的身后跟了一个男人 而此人正是死者姚海 2021年2月25日中午12点40分 警方在一个小巷里将正在休息的杨奎成顺利抓获 面对审讯人员的开门见山 杨奎成的回答只有一个 完全不知道 看样子 没有实质性证据 杨奎成不会承认自己与姚海的被害有关 警方争分夺秒 继续对杨奎成的行踪轨迹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在2月8日上午8点40分 杨奎成搭载着姚海离开了小巷 12分钟后 杨奎成却独自一人原路返回 之后在城里四处都劝 并最终消失在监控中 而这期间 姚海却下落不明 再也没出现在监控录像中 难道此时的姚海已经被杨奎成控制 随后 警方对姚海失踪地进行实地排查 可经过地毯式搜索后 警方也没找到任何有效线索 此刻警方对杨奎成的审讯也进行了足足24小时 如果还找不到关键证据 警方将面临释放杨奎成的窘境 就在这时 经验丰富的老刑警想到用亲情来感化杨奎成 就在他们说到杨奎成母亲时 他竟然默默地流下了泪水 审讯人员乘胜追击 给杨奎成讲政策 谈亲情 最终 这个中年男子彻底放弃了抵抗 向警方交代了自己杀人分尸的犯罪事实 凌晨5点左右 在杨奎成的带领下 警方在离案发现场不足200米的地方 找到了姚海的头颅 此刻 这颗头颅已经高度腐败 面容难辨 据杨奎成供述 发现尸体的地方就是案发第一现场 面对这一说辞 警方感到疑惑 甚至难以置信 因为在前期的勘察中 警方可以很明确地得知 发现尸体的地方只是抛尸现场 对于警方的质疑 杨奎成也做出了解释 他和姚海也是在县城的老广场认识的 姚海喜欢打牌 而杨奎成喜欢看打牌 一来二去 两人就熟络起来 但对于姚海这个人 杨奎成甚是厌恶 在他眼中 一个中年男人 平时竟然能安心不务正业 甚至连200块钱都要找别人借 虽然心里对姚海无比厌恶 但杨奎成表面没有表现出来 甚至还给姚海借了200元钱 谁知第二天 当杨奎成来到老广场时 却听到姚海在说他坏话 更表示不会还那200元钱 听到这话的杨奎成甚是生气 便决定要教训一下姚海 因为小弟跟外面小朋友 他在那个山上美丽多 可以看美丽 但是他提出这个问题过后 那个世界的表现出很浓厚的兴趣 说要的一定要跟他再刷 就只有通过这种方式 把这个世界片上删的 通过这个方式 杨奎成骑车接到了姚海 担心自己的罪行被警方发现 当车开到一个监控盲区后 杨奎成让姚海下车 途径一段没监控的地方 到达案发现场 在这里 杨奎成对姚海进行了质问 可对方怎么也不认账 一怒之下 杨奎成捡起地上的一块风化石 朝着姚海的头部砸了下去 事后 为了掩盖犯罪事实 更是将头颅割下 同时 为了迷惑警方 更是将姚海的关键部位割掉 让警方向情杀的方向进行调查 到此 案件真相大白 但仍有一个疑惑困扰着警方 难道就仅仅因为几句话 就让杨奎成对姚海痛下杀手 对此 警方对杨奎成的妻子 进行了调查询问 原来 杨奎成和妻子的感情并不好 同时 在最近一段时间 杨奎成因疾病不得不在医院治疗 可出院后的他 完全没有体力继续工作 无奈之下 杨奎成最终选择 向家人编造谎言 每天早上七点出门 晚上七点左右回家 营造一个自己还在上班的假象 实际是每天到老广场玩乐 因为身体原因 无法打工赚钱 杨奎成完全可以说出来 为何执意要欺骗家人呢 甚至做出如此荒唐的事呢 这一切要从25年前开始说起 结婚不到半年的杨奎成 因妻子与自己的父亲吵架 让父亲服毒自杀 为了孩子 杨奎成与妻子没有离婚 而是各自将这份愿意恨埋在心底 随着时间的流逝 怨恨的积载与发酵 让杨奎成的脾气性格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他不仅对妻子长期实施家暴 而且总会因为很小的话 对人怀恨在心 也正是性格的扭矩 让杨奎成听到姚海所说的那些话后 便产生了杀意 感谢观看